第五百六十一集 你快滚 看到这一幕 被诸网缠服的婢女们面无血色 有的浑身净乱式的颤抖 有的崩溃大哭 害怕下一个就轮到自己 王妃也在其中 她正正的望着贴身丫鬟的惨死 悲痛伤心之余 心里竟有些羡慕 因为她知道自己将面临的结局是什么 落入蛮族手里 死也许是一种奢望 没人能救我 没人能在四方抢着手底下救我 除非怀望清零 王妃战战兢兢的想着 终于还是落到了这一步 离京时忧心忡忡 既有即将见到镇北王的恐惧 也有对前路忐忑的迷茫 和担忧 直到那天在甲板上见到小银罗 她忽然心里安定了许多 只觉得路途中好歹会一帆风顺 这种感觉很奇怪 归根结底 大概是那小子的战绩 着实彪悍 让她从心底觉得有安全感 而后 使官船在流石滩玉符 担忧变成了现实 她的心一下子揪起来 这才有了不久前小心翼翼的试探许清安 问她会不会抛弃王妃 这个时候她头一次有了弱智女流 依附一个男人是怎样的心情 她的回答让人失望 到了现在 王妃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在大奉 蒙单枪匹马 把她从四名四平武夫手里解救的人 屈指可数 不 大概只有镇北王一个 而她此时在北方 听起来 使团那边似乎无药 他们没弄她和许其安 她 她竟然逼退了两名四平 王妃的眼里蓄满泪水 心里稍稍得到了些安慰 楚副将 不如你来告诉我 谁是王妃 红灵拎着奄奄一息的楚相龙 把她丢在了婢女面前 楚相龙目光闪过众婢女 谁告诉你们王妃在这里 王妃根本就没有厘清 你们中计了 王妃心里涌起 吐死湖碑的悲凉 这个副将虽然讨厌 但是对怀王确实是忠心耿耿 唐山君阴森森的 那我便把这些女人全吃了 吃 赶紧吃 楚相龙喘着粗气冷笑 王妃心里一沉 楚相龙想她死 怀王得不到的东西就算摧毁 也不能落在北方蛮族手里 她说谎 声音从密林间传来 众人扭头望去 一个穿白衣的年轻男子走了出来 副手而立 笑容淡淡 来得正好 扎尔木哈嗡声嗡气的 用你的旺气书看看 谁是王妃 看不到 白衣术是摇头 屏蔽屁气息的法器 天狼若有所思 用你们的脑子想一想 王妃角色倾国 岂是这些雍之俗粉能比 她必然携带了屏蔽气息的法器 白衣术是昂起下巴 似乎对在场蛮族和妖族高手的智商感到不屑 神笑 再用你们不太聪明的脑子想想 八光他们的衣服和首饰 不就知道谁是王妃了吗 好主意 你们术士一个个都高傲的让人讨厌 但你这个主意 我很喜欢 传闻王妃是大奉第一美人 雍容华贵 我倒想看看 拨光她衣服 看她能怎么个高贵 看她和我们这些雍之俗粉 有什么区别 王妃嘴唇紧咬 眼神绝望 这时远处又传来一个笑声 回应红裙女子 大概是一个香钻 一个香玻璃的区别 什么人 红灵天狼等人豁然回首 看见数十掌外 草丛间站着一个戴雕帽 腰垮长刀的年轻人 她什么时候出现的 看到许清安的瞬间 王妃乌黑水润的眸子里 猛的亮起光来 前所未有的光如寒星子 但在下一刻 转化为忧虑和担忧 她来做什么 送死吗 原来是你啊 红灵精仪不定地审视着她 然后目光四处乱瓢 燕燃道 杨燕呢 杨燕藏在何处 你们俩是真的不怕死 还敢来四头罗网 天狼皱着眉 他是什么人 便是方才说的那个银罗 本身修为不高 但长着儒家书卷极为难缠 汤山君树桐冰冷 语气森寒 眉心长着书眼的天狼 沈笑一声 儒家书卷是好东西 有了他 应对是能发挥奇笑 巨人扎尔木哈点头 对此他和汤山君体会最深 贪念也更重 红灵抬起手 竖起三个白嫩的指头 舔着嘴唇 三夕之内解决他 不给他施展法术的机会 不然咱们即使抢到了儒家书卷 却不够分呢 汤山君冷笑 谁斩手 谁得一本书页 巨人扎尔木哈 天狼红灵缓缓点头 没问题 汤山君阴策策地补充 不知道书卷里有没有盗门 或巫师养鬼的法术 我要把他养成厉鬼 待在身边折磨 让他永世不得着生 这小子刚才让他很丢脸 四名高手仿佛在看猎物 而且是珍惜的心仪的猎物 你们别急 我先看看他身上有什么古怪 敢单枪匹马杀到这里 必定有所依仗 或许 这只是一句分身 白衣术士说完 他施展望气术 审视着许清安 听着北方高手们的对话 王妃芳心一灵尖叫道 许清安 你这个不知天狼地后的小子 你这个魂鳅 你快滚 他的声音突然被惨叫声打断 那白衣术士抬起双手 捂住眼睛 一缕缕鲜血从他指缝间浸出 王妃茫然地看着白衣术士 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 快快逃 带我一起逃 白衣术士用尽全力 从押缝中挤出这句话 红灵 唐山君 天狼 扎尔木哈 四名高手 脸色大变 第五百六十二集 大凤银罗 许清安 逃 逃 逃的意思是 我们四个四匹联手 对付这小子都没胜算吗 性格鲁莽 嗜血 好战的巨人扎尔木哈 第一个不服气 眼睛瞪得滚圆 锁定许清安 他 他看到了什么 为什么又让我们逃 这小子如果这么可怕 刚才又何必缠斗这么久 唐山君生性多疑 警惕地凝视着许清安 王妃茫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 天狼收起了轻视 如临大敌 这小子有问题 白衣术士的惨状映入红铃眼里 电光火石剑 他脑海里闪过一则信息 来源于他曾经与术士的一次交流 那是在前往大风埋伏王妃的途中 他听说那位镇北王妃气象归利万千 术士隔着术士里也能看见 他一时好奇便问 那如果是三品 二品 甚至一品呢 如果是三品 元神会遭遇重创 如果是二品 则当场眼瞎 神智癫狂 若是一品 舒适没有继续说 但红灵能够通过对方的表情猜到 结局是死亡 二品 这小子是二品 不对 是他身上具备与二品相关 甚至等同级别的东西 红灵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心跳 世上腺素狂飙 他肌肤起了一层疙瘩 每一根神经都在输送危险 逃离的信号 这时候 许清安抬起手轻轻一压 宛如清风般的气急波动中 婢女们齐齐昏厥 好 赶紧逃 不然我会死的 巨大的恐惧在心里炸开 红灵强忍着逃离的冲动 强笑道 这小子简直狂妄 扎尔木哈 还不快上 不想要入家书卷了 扎尔木哈嗜血血好战 本身就不服气 也没感应到许清安体内 有超过四品的磅礴力量 被红灵一击 顿时凝笑着扑向许清安 一丈高的巨人狂奔 带着地面震颤 天狼 汤山君两人正要出手 忽然意识到不对劲 猛的回头 发现红灵竟然独自逃走 撇下众人 这 这两位四品高手 瞳孔微缩 心里涌起 不祥预感 紧接着 他们听见了惨叫声 扎尔木哈发出的惨叫声 骇然回头 只见那个一丈高的巨人 痛苦的双膝跪地 他的右手手腕 被一只漆黑色的 遍布深清血管的手臂握住 那只手臂肌肉囚结 与他的主人完全不成比例 略显畸形 他透出的气息 邪意可怕 他仿佛来自深渊 来自地狱 仅看一眼 天狼和汤山君便觉得 头晕目眩 他们终于知道 红灵为什么要逃跑 终于知道 白衣树是为什么喊着逃跑 咔嚓咔嚓的 骨骼折断的声音里 巨人扎尔木哈身躯 迅速干瘪 惨叫声 随之中止 两人不再犹豫 一人跃上雨珠 一人紧随红灵开始了逃亡 许其安朗声说道 心有顿悟 无忧无不 佛门戒律 这一次他没有使用魔法书 因为掌控他身体的是神书 刹那间 远处的红灵 近处的天狼和汤山君 心里的恐惧平息 逃跑的念头被夺走 他们不受控制的回转过身 欲与许其安决一死战 戒律的影响在两秒之后消失 恐惧和求生的念头 重新占据他们心灵 但一切都晚了 两秒的时间里 足够神书附体的许其安 完成triple kill 他抽出后腰的黑金长刀 豁然甩出 而后不去看他 鬼魅般闪到天狼面前 捏着他的脖颈 气机周然喷吐 咔嚓一声 头颅给摘了下来 紧接着许其安纵身跃起 自高处降落 一脚把汤山君给踩入地底 手掌往头顶一拍 砰的一声 汤山君双眼瞬间翻摆 瞳孔缓缓暗淡 而这个时候 远处传来 噗的一声 黑金长刀灌穿了 红灵的胸口 把他盯入地面 四品武者的肉身 在神书和尚 奋力投掷的武器中 宛如纸糊 不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红灵哀声求饶 嘴里吐出邪墨子 看起来楚楚可怜 他心里涌现出 强烈的悔恨 如果没有参与这次围杀 如果不来大奉 他根本不会遭遇 遭遇这个怪物 使团里最可怕的不是杨燕 而是这个银罗 这个藏在人群里的恶魔 他现在知道了 却已经太晚 偏僧没有杀你 偏僧是送你入轮回 神书和尚双手合十 看向被汲取惊血的冒牌王妃 就如他一般 红灵一脸绝望他尖叫道 你是谁 你到底是谁 大凤银罗 许七安 许七安 轰灵难难道 这是他最后说的话 下一刻 他的脑袋也被摘了下来 杀完人后 神书和尚逐一摄取 三名四品强者的精血 让他们化作干尸 以后再有这种对手 记得着我 说完 神书和尚把身体的掌控权 还给了许七安 哦 神书大师现在口气都这么大了吗 真是无趣的战斗 我完全没领会到四品武者的神意 还没用力 他们就倒下了 对于这样的战果 他并不惊讶 甚至认为就应该如此 当初神书的断臂被封印五百年 但尽粮绝的五百年 溥仪出世 就能打退四名金螺 以及一个杨千换 而今在他体内温养大半年 又得古墓中气韵滋补 如果对付几名四品 还要大动干戈 打得热火朝天 那也太侮辱神书的魏格了 不知道他有没有能力 硬扛镇北王 准备王室三品 而三品和四品之间的差距宛如云泥 神书能杀四品 却未必能杀三品 许清安拎着刀 环顾周遭 在场除了女币 还有两名幸存者 楚相龙和白衣术士 你就要死了 有什么遗言要交代 许清安走到楚相龙面前问道 你到底是谁 楚相龙只剩一口气 用浑浊的目光看着许清安 他被箭矢贯穿了心脏 死亡已经不可避免 之所以还活着 是武夫强大的体魄在支撑 不是说了吗 大凤银罗 许清安 那不是你的声音 许清安不答 楚相龙盯着他 看了几秒声音 嘶哑地问 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 你 你给我的师父 是假的 东拼西凑 且缺金少两 楚相龙重骂道 你不得好死 噗的一声 许清安挥动黑金长刀 斩下他的头颅 随后 他再看向神智癫狂的术士 此人已经无法沟通 双眼鲜血流淌 嘴里喃喃地重复 快逃 快逃 手起刀落 把术士也给斩了 第五百六十三集 王妃的秘密 杀掉所有活口 许清安取出儒家书卷 私下记录道门巨音阵的法术 契机引燃 密林简 阴风阵阵 太阳仿佛失去了温度 七道不够真实的虚影显化出来 凝鱼半空 他们神色呆滞 有些木讷 北行前 李妙真告诉过许清安 人死之后 天魂和地魂离体 人魂会残留在蛆窍内 七日后才会溢出 三魂没有齐聚时 魂魄木讷呆滞 不管问他什么 都会如实回答 不会说谎 你们是如何得知王妃北上的消息 并提前设服的 许清安 扫过四名北方高手的魂魄 平静的问道 徐圣祖告诉我们 巨人 扎尔木哈表情呆滞的回答 徐圣祖是谁 一个术师 扎尔木哈又问必答 非常诚实 术师 许清安目光旋即投向白衣树时的魂魄 若有所思 他继续问道 为何要埋伏王妃 人死后 魂魄呆滞木呢 问题要一个一个来 否则他们会答不上来 阻止朕北王踏入二品 阻止朕北王踏入二品 所以要截杀王妃 这 这其中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没有王妃 朕北王就无法晋升二品 这个回答 完全出乎许清安的预料 以至于他停顿下来 思考了许久 原本在许清安的推测里 王妃此次北行另有隐秘 或许关乎到原景地 或镇北王的某种谋划 嗯 事实确实如此 只是他怎么都想不到 区区一个女子 竟与镇北王晋升二品有关联 陈寅许久后 许清安问了红灵 汤山君和天狼同样的问题 得到的答案是一致的 他们截杀王妃的目的 真的是为了阻止镇北王晋升二品 王妃有何特意 扎尔木哈喃喃说道 臣说王妃体内运含着 是所罕见的灵运 汲取她的灵运 可以轻易地踏入三品 这 许清安瞳孔微微收缩 觉得他在胡说八道 四品武者如果还称之为人 那么三品则是超凡脱俗 不能以凡人渡知这是生命层次的不同 因此四品到三品的武者数量几乎是断崖式下跌 大方有多少四品武者 许清安没有统计过但绝对不在少数 可是三品却只有镇北王一位 其中艰难 可想而知 区区一个王妃 竟能让四品晋升三品 想到这里 许清安再也忍不住 扭头看了一眼老阿姨 难怪他得知官船遭遇伏击后 情绪有点失控 一路战战兢兢 完全没有安全感 与前镇子傲娇表现截然不同 他肯定是知道自己的特殊 知道落入蛮族手中会遭遇怎样的命运 玄机 他又想到一个不合理之处 不对啊 如果王妃真的这么想 他这些年是怎么安然无恙度过的 四进三的诱惑 别说北方蛮子 就是大奉京城的四品高手 恐怕都无法抵御这种诱惑 比如杨燕 杨燕这个武持绝对会为之疯狂 可我在观船时问过杨燕 他明显不知道王妃的奇特之处 嗯 如果我是镇尾王或者远景帝 我肯定也不会暴露王妃的秘密 可是北方蛮族又是怎么知道的 徐清安问出了这个疑惑 扎尔木哈如实回答 徐生祖说的 又是术实 他又把同样的问题 问了汤山君和天狼得出的结果 与扎尔木哈一样 他们笃定王妃体内有所谓的灵域 可以助他们突破三品 不过到了红灵这里 徐清安的问题有了补充 妖艳女子目光呆滞低声说道 主上对王妃垂涎三尺 命我前来截杀 我心里吃醋 便问他王妃有什么特殊 他说王妃体内有灵域 还告诉我一首诗 主上 楚相龙说他是青岩部首领的宠妾 那位主上是青岩部的首领 徐清安对此不关心 念头一闪而过 哪首诗 妖艳女子本能地露出极度神色 这不是福香告诉我的诗吗 据说是王妃还在幼齿阶段 被某个寺庙的方丈惊为天人 并做了一首诗给他 这首诗肯定没有问题 因为传场甚广 诱惑者这首诗背后 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 只是大部分人不知道 等回了京城 我去问问赵首院长 现在 大部分谜团解开了 镇北王要晋升二品 所以需要王妃陵域 为他突破最后一层关隘 远景帝和楚相龙防备的 是大奉朝廷里的敌人 有人不希望镇北王晋升二品 但因为徐胜祖 以及他背后神秘术士的缘故 蛮族知晓了此事 因此提前设下埋伏 欲夺走王妃 所以造成了眼下伏击高手 和护送力量差距悬殊的局面 那也就是说 朝廷那边的敌人 至今还没出手 不 他们已经出手了 许清安的眼睛猛的亮起 他又想起了一些细节 前户部侍郎周显平 主导了睡淫案 而睡淫案中 有神秘术士参与 这个案子告诉许清安 那位神秘术士 暗中掌控着朝堂一部分人 周显平就是证据 蛮族怎么知道王妃神异的 就是这个叫徐胜祖的白衣术士 告诉他们 朝廷里面的二五载 肯定和北方蛮族有勾结 因为他们中有一个纽带 神秘术士 狗师的 术士都他妈是老银币 奸证在暗中谋划 那位神秘术士也在暗中谋划 一个比一个阴险 等等 奸证八成是知道 这位术士存在的 许清安的神色略有呆滞的 张开嘴巴 脑海里有一个念头 豁然浮现 奸证正在和这位神秘术士博弈 所有人都是他俩的棋子 包括我 也包括神书 许清安缓缓 吐息 决定先不管奸证和神秘术士的事 那是将来要应对的 却不是现在他能够左右的 棋子有棋子的好处 可以通过棋手的馈赠成长 等将来他有了足够的实力 就把这盘棋给掀了 但是在此之前 他得韬光养晦 从其他渠道获取养分 毕竟只吸收棋手的馈赠 肯定无法发展壮大到 可以掀棋盘 他转而问起这次行动的主要目的 血图三千里 是不是你们满足干的 第五百六十集 徐圣祖 血图三千里 扎尔木哈表情依旧呆滞 没什么感情的语气回复 什么血图三千里 啊 是我问话的方式不对吗 许秦安皱了皱眉 屠鲁大凤边境三千里 是不是你们满足干的 扎尔木哈 目光空洞的望着前方 喃喃说道 不知道 许秦安的呼吸 一下子粗重起来 他深吸一口气 又问了天狼同样的问题 得出的答案一致 这位金木部首领 不知道此事 他没有放弃 接着问了汤山君 屠鲁大凤边境三千里 是不是你们北方妖族干的 汤山君表情茫然 回答道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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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秦安的呼吸 再次变得粗重 他的瞳孔略有涣散 呆坐了几秒 楚相龙 你可知道血涂三千里 楚相龙神色木讷 闻言 下意识地回答 伟呆试图构陷怀王 用一具尸体和魂魄 栽赃陷害 而后派遣银罗许秦安赴边境 企图捏造罪名 构陷怀王 我不是 我没有 别瞎说 许秦安在心里做了否认三连 这是楚相龙的想法 他认为所谓的血涂三千里 是魏公和朝堂诸公的谋划 针对的镇北王 于是将计就计 利用使团来护送王妃 这么说来 远景帝打的也是这个主意 顺水推舟 如此看来 远景帝和镇北王是穿同一条裤子的 毕竟是异母同胞的兄弟 北方蛮族和妖族不知道血涂三千里 而镇北王的副将楚相龙 却认为这是魏公和朝堂诸公的陷害 也就是说 他也不知道血涂三千里这件事 那到底谁才是狼人 案件突然不说迷离起来 许秦安不知为何 竟松了口气 转而问道 你打算回了北方 怎么对付我 对于这个问题 楚相龙直白地回答 监视或软禁 等过段时间把你们赶回京城 还真是简单粗暴的方式啊 你觉得镇北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楚相龙没有犹豫 霸道 强势 对兄弟们非常好 是值得效忠的主上 想了想 许秦安问了一个大逆不道的问题 你觉得镇北王会造反吗 不会 楚相龙的回答言简意该 为什么 许秦安想听听这位副将的看法 怀王是天生的统帅 他喜欢沙场征战 不喜欢朝堂 怀王是个武痴 除了沙场 他心里只有修行 嗯 也是 皇位虽然诱人 但未必人人都想坐那个位置 如果怀王真是一个武痴 那么皇位于他而言 就是束缚 许秦安勉强接受这个说法 也没全信 还得自己接触了镇北王在做定论 他没有继续问话 微微垂首 开启新一轮的头脑风暴 两件事我还没有想通 第一 王妃这么香的话 远景帝为何赠给镇北王 而不是自己留着呢 第二 虽然远景帝和怀王是异母同胞的兄弟 可是 以这位老皇帝多疑的性格 不可能毫无保留的信任镇北王啊 事关皇权 别说兄弟父子都不可信 但是老皇帝似乎在镇北王晋升二品这件事上鼎力支持 甚至 当初送王妃给镇北王就是为了今日 对于第一个问题 许清安的猜测是王妃的灵运只对武夫有效 远景帝修的是道门体系 在这个体系分明的世界不同体系天差地别 有些东西对某个体系来说是大不要 可对其他体系而言可能一无是处 甚至是剧毒 当然 这个猜测还有待确认 至于第二个问题 许清安就没有头绪了 楚相龙的问题结束 他把目光投向剩余的两道魂魄 一个是横死的贾王妃 一个是白衣术士 那位白衣术士看起来比其他人要更呆滞 更木讷 嘴里一直碎碎念着什么 许清安试探道 你叫什么名字 徐圣祖 白衣术士一边喃喃自语 一边抽空回答他的问题 原来你就是徐圣祖啊 我还以为是幕后boss的名字 许清安心里涌起了失望 这家伙用忘记术窥探神术和尚 甚至崩溃 这说明他品级不高 从而能轻易推断 他背后还有组织或高人 你背靠什么组织 一阵沉默 你在为谁效力 一阵沉默 你叫什么名字 徐圣祖 这 这他娘的完全无法沟通啊 除了会念自己的名字 其他问题无法回答 这不就是三岁小娃娃吗 许清安的嘴角抽搐 我记得帝书碎片里还有一个香囊 是李妙真的 许清安取出帝书碎片 敲了敲镜子背面 果然跌出一个香囊 这只香囊里养着那只念叨 血涂三千里的残魂 当初未冤取走香囊 在朝堂上举报镇北王 事后香囊退回给许清安 他就一直留着 忘记还给了天宗圣女 这种香囊是李妙真 自己炼制的小法器 有养魂 困魂的效果 除非是那种被人计炼过的老鬼 否则 像这类刚死亡的新鬼 是无法突破香囊束缚的 这个术士以后有大用 虽然他成了智障 嗯 先收着 到时候交给李妙真难养 堂堂天宗圣女 肯定有办法和手段 让这具鬼魂恢复理智 嗯 这就是人脉广的好处啊 不 这是一个成功的海王 才能享受到的福利 这只香囊能收容鬼魂 嗯 那就叫它 殷囊吧 许清安 把术士和其他人的魂魄 一起收进香囊 再把他们的尸体 收进地书碎片 简单的处理了一下现场 好在这里没有发生 太过激烈的战斗 神书和尚强力碾压 干脆利索 因此只要处理掉尸体就可以了 最后 许清安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婢女而烦恼 第五百六十五集 撸手串 还是杀了吧 成大使者不拘小节 他们虽然不知道后续发生什么 但知道是我拦截了北方高手们 可他们一枚伤天害理 二枚对我不利 都是无辜的生命 许清安 权衡许久 最后选择放过这些婢女 这一方面 他无法掠过自己的良心 做残杀无辜的暴行 另一方面 杀人灭口的动机不足 除非他打算把王妃一直藏着 藏得死死的 永远不要让他见光 或者他坚守自盗 摄取王妃的灵欲 那么杀人灭口是必须的 否则就是对自己 对家人的安慰不负责任 不过 许清安的性格 不会做这种事 而且 在他的后续计划里 王妃还有另外的用途 非常重要的用途 所以 不会把他一直藏着 这样一来 杀人灭口的动机就不存在 虽然我不会杀你们灭口 但你们过早的脱困 会影响我的后续计划 所以 在这里好好睡着 醒来后 各本东西吧 夜里的风有些微凉 老阿姨沉沉的睡了一觉 醒来时 只觉得浑身舒坦 疲惫进去 他好几天没睡好 身体积压了许多的疲惫 正需要这样一场 酣畅淋漓的睡眠 他缓缓的睁开眼 视线里最先出现的是 一棵巨大的榕树 树叶在夜风里 沙沙的作响 而他躺在树底下 躺在草垫上 身上盖着一件袍子 耳边是篝火 琵琶的声音 火焰带来适合的温度 他目光呆至片刻 瞳孔疏然恢复焦距 然后 这个养尊处优的女人 一个鲤鱼打挺就起来了 以他的体质来说 这属于潜能爆发 他最先做的是检查自己的身体 剑衣裙穿的整齐心里 顿时松了口气 接着才惊恐的左顾右盼 然后看见了坐在篝火边的少年狼 火光映着他的脸 温润如玉 醒了 手里烤着一只兔兔的许青安 没有抬头 水囊就在你身边 渴了自己喝 再过一刻钟 就可以吃兔肉了 昏迷以前的回忆复苏 快速闪过 老阿姨瞪大眼睛 难以置信的看着许青安 是你救了我 是 许青安刚想人前显胜一下 便见老阿姨摇摇头 警惕地盯着他 不可能 许青安没这份实力 你到底是谁 你为什么要被撞上他 他现在怎么样了 他一手护住沉甸甸的胸 一手在身边胡乱抓着 试图找点武器 来获得安全感 最后抓了个水囊 严阵以待 许青安要敢靠近 他就把对方脑袋打开花 合理的怀疑 脑子不算太笨 许青安摆了他一眼 我们第一次见面 是在南城擂台边的酒楼 我捡了你的银子 你气势汹汹地管我药 后来还被我用钱袋 砸了脚丫子 第二次见面 是在南城擂台边 我不顾危险护你 你还打我 一声闷响 水囊掉在地上 老阿姨正正地看着他 半晌 轻声呢喃 真的是你啊 许青安点点头 他痴痴地看着篝火边的少年 平平无奇的脸庞 闪过复杂的神色 许青安随口解释 我是拼尽全力才救的你 至于其他人 我无能为力 是 是我 他露出了悲弃神色 低声说道 王 王妃死掉了 许青安看了他一眼 不嫌不淡地恩了一声 嗯 这种祸国殃民的女子 死了不是一了百了 死得好 死得 拍手 称赞 他一下子瞪大眼睛 怒视许青安 你胡说八道什么 王妃哪里祸国殃民 她是一个可怜的女人 哼 哪里可怜了 哼 她狼起雪白下河 撇开头气呼呼的 哼 你一个错逼武夫 怎么知道王妃的苦 不跟你说 脱离危险后 那股子傲娇劲又上来了 又怂又胆小 又傲娇 许青安心里吐槽 专心致志烤肉 老阿姨最开始安分地坐在榕树下 与许青安保持距离 随着兔子越烤越香 她一边咽口水 一边挪啊挪啊挪的篝火边 抱着膝盖 热情的盯着烤兔子 像一只等待头尾的猫儿 焦黄的兔子烤好 许青安撒上鸡精 撕下两只后腿递给她 老阿姨眼睛微凉 迫不及待的结果 啃了一口 她被滚烫的肉烫到了 鸡肠碌碌不舍得吐掉 小嘴微微张开 不停的撕哈撕哈的 寂静掩盖了兔肉的腥味 还提鲜 再加上许青安烤得焦脆可口 平时很厌恶兴山的她 竟然把两只兔腿啃得干干净净 然后爬到榕树下捡起水囊 蹲蹲蹲的喝了一大口 感觉人生无比的满足了 九族饭饱之后 她又挪回篝火边 分外唏嘘的说道 没想到我已经落魄至此 吃几口突入就觉得人生幸福 你这过河拆桥的姿态 像极了进入闲者时间的我呀 许青安觉得她浑身都是槽点 有趣的女人 你这菩提手串挺有意思的 许青安目光落在她雪白的浩腕 不经意的说道 她化容失色 连忙拢了拢袖子藏好 不值钱的货物 她没发现吧 她肯定没发现 谁会记得一串平平无奇的手串 都她半年过去了 给我瞅瞅 许青安伸手去抓她的手腕 你放肆 老阿姨大惊失色 自己的小手是男人随便能碰的吗 她把双手藏在身后 然后蹬着双腿往后挪 不给许青安看手串 许青安就抓着她的脚腕 把她给拖了回来 老阿姨是双腿胡乱踢灯 嘴里发出尖角 这一幕看起来 就像一个丧心病狂的少年郎 企图侵犯年少 给我看看手串 又不会抢了去 许青安疑惑 你反应这么大干嘛呀 不该不该不该 尖角声里 手串还是被撸了下来 第五百六十六集 这也太漂亮了吧 手串脱离雪白好万 许青安眼里 姿色平庸的年长女子 容貌宛如水中倒影 一阵变换后 现出了原貌 属于她的容貌 她的眼缘而媚 映着火光 向浅浅的湖泊 进入璀璨宝石 晶莹而动人 她含羞待怯地抬起头 睫毛轻轻颤动 带着一股扑朔迷离的美感 她的嘴唇饱满红润 嘴角精致如可 像是最诱人的樱桃 引诱着男人去一亲方则 她美则美矣 气质风姿 却更胜一筹 如画卷上的仙家侍女 许青安是见过角色美人的 也知道镇北王妃被誉为大凤第一美人 自然有她的过人之处 然而 真正见到了传说中的大凤第一美人 许青安还是涌起强烈的经验感 心里自然而然的浮现一首诗 云响衣长花响戎 春风拂剑露花浓 若非群玉山头剑 会向摇台跃下逢 还给我 她用一种带着哭腔和哀求的声音 许青安沉默的看着她 没有继续戏弄 把手串递了过去 王妃劈手夺过 重新戴好 又是一阵水波般的光影晃动 她再次变成了平平无奇的老阿姨 三十出头的年纪 五官平庸气质普通 王妃摸了摸脸 如是重负的松口气 然后 把戴着手串的右手 紧紧的藏在身后 一步步后退 警惕的看着许青安 她知道自己的美貌 对男人来说是无法抗拒的诱惑 这是世上能忍住诱惑 对她不闻不问的男人 她只遇到过两个 一个是沉迷修道 长生高于一切的远景地 一个是痴迷舞道 对她另有图谋的怀望 至于许青安 在王妃对她的固有印象里 身上的标签是 少年英雄好色之徒 传闻此人能成日流连 教方司与多位花魁 有着很深的纠葛 少年英雄和不羁风流 是交相辉映 常被人津津乐道 但王妃最怕的 就是好色之徒 这也太漂亮了吧 不对啊 她不是漂不漂亮的问题 她真的是那种很少见的 让我想起初恋的女人 许青安脑海中浮现前世的这个梗 她认为非常贴切 王妃美则美矣 但真正让许青安如遭雷击的 是她身上那股奇特的魅力 可能触动男人内心的柔软之处 这就是大凤第一美人吗 有趣的女人 许青安握着树枝 拨动篝火 没再去看充满警惕和戒备的王妃 目光望着火堆 吹条手串 就是我当初帮你投回营来的吧 它有屏蔽气息和改变容貌的效果 王妃略有错愕 想到自己摘下手串的前后变化 认为她是根据这个判断出来 便点了点头 早听说朕被王妃是大凤第一美人 我原先是不服气的 现在见了你的真容 别只能感慨一声 当之无愧 王妃留眉青醋 不服气 如果是其他女人这么说 王妃认为她是嫉妒 那也算是合理 但这句话出自男人嘴里 就显得很奇怪 因为我觉得我池塘 我认识的那些女子 个个都是出类拔萃的美人 言态各异 犹如百花争艳 所谓王妃不过是一朵 同样娇艳的花 但是她得承认 刚才昙花一现的清诚容貌中 这位王妃展现出了 极其强大的女性魅力 其实是酒精炮火的她 虽不至于神魂颠倒 方才却有一刹那的冲动 雄性本能的冲动 文言 王妃冷笑了一声 这个好色之徒勾搭的女子 岂能与她相提并论 那教方思中的花魁固然美丽 但如果要把那些风尘女子 与她相比 未免有些侮辱人 在京城 王妃觉得远景帝的长女和次女 勉强能做她的陪衬 国师骆玉衡最娇媚时能与她争艳 但大多数时候是不如的 至于其他女子 她要么没见过 要么容貌艳丽 却身份低微 京城是一座山 王妃就是山顶的独孤求败 她轻轻一撇 最多就是看见怀庆和林安的脑袋瓜 偶尔呢 看一看骆玉衡的半张脸 当然 还有一个人 如果是风华正茂的年岁 王妃觉得 或许能与自己争锋 她就是大风的皇后 许秦安勾搭的这些女人理 自然不会包括怀庆林安以及国师 所以王妃对她的说法嗤之以鼻 并傲娇的抬了抬下巴 离京快一群了 伪装成婢女很辛苦吧 我忍你也忍得很辛苦 王妃一愣 什么意思 那天晚上咱们在甲板上 我就想摘你手串了 但又不想节外生枝 毕竟我是主办官 得为大局考虑 王妃表情呆滞 恶然地看着她 你 你那时候就猜到我是王妃了 骗人的吧 她明明伪装的那么好 晚上常常为自己的演技还喝彩呢 认为自己把婢女的角色演的是炉火纯青 谁都没认出来 准确的说你在王府时用金子砸我 我就开始怀疑 真正确认你身份 是咱们在官船里相遇 那会儿我就明白 你才是王妃 船上那个 只是傀儡 骑船走路路后 看见假王妃许青埃心里毫无波澜 甚至更加肯定她是冒牌货 理由很简单 她以前写过日记 日记里记录过王妃的一个特征 我怕路得这么早 王妃张了张嘴 说不出话来 想起自己这几天的表现 一股恨不得绝地三尺 把自己埋掉的羞耻感涌上心头 跟你说这些是想告诉你 我虽然好色 是个男人谁不好色 但我从来不会强迫女子 咱们北行还有一段路程 需要你好好配合 打凤许银罗从不强迫女子 除非她们想开了 还是无法逃脱北上的命运 王妃抿了抿嘴 略有失落 赖然沉默半晌问道 我们什么时候与使团会合 少年银罗抬起头来 火光映照她的脸 嘴角勾起 露出意味莫名的笑容 谁说我们要和使团会合了 第五百六十七集 使团抵达北境 这一晚 荣树沙沙作响 什么都没发生 清晨 第一缕晨曦照在她脸上 耳边是清脆月耳的鸟鸣 她于浅睡中醒来 看见篝火已经熄灭 上面架着一个大铁锅 粥香扑鼻 王妃的肚子咕咕的叫了两下 她难眼惊喜的来到篝火边 揭开铁锅 里面三五个人分量的浓粥 此外边上还有干净的碗筷 她哪来的过煮粥 不 她哪来的米 哪来的干净碗筷 王妃给自己盛了一碗粥 喜滋滋的喝起来 浓稠香甜 温度恰好的粥滑入腹中 王妃回味了一下 弯起了眉眼 昨个啃完两个兔腿 胃就有点不舒服 半夜爬起来喝水 又发现水被那家伙喝完了 现在是口干蛇造家腹内空空 这一碗青田的粥 胜过山珍海味 这时脚步声从远处传来 踩着草垫的许清安返回 他换上了一身便衣 戴着雕帽 似乎刚洗完澡 那边有条小河 附近无人 适合洗澡 许清安在他身边坐下 丢过来造脚和珠宗牙刷 你要不要洗澡啊 王妃两只小手捧着碗 审视着许清安片刻 微微的摇了摇头 不脏吗 许清安皱眉 好歹是千金之躯的王妃 居然这么不讲卫生 你才脏 王妃不识好人心的反唇相机 我才不会洗澡呢 那样岂不是给这个 好色之徒可称之计 万一他在旁边偷窥 或者趁机要就一起洗 是啊 女神是不上厕所的 属绝无敌 许清安就拿回 珠宗牙刷和造脚 王妃联盟说道 术口是需要的 他胃口小 吃了一碗浓粥 便觉得有些撑 一边打量朱宗牙刷 一边往河边走 主要是怀疑这牙刷 是许清安用过的 但他没有证据 等他刷完牙回来 锅碗都已经不见 许清安盘坐在灰烬边 宁神的看着地图 我们接下来去哪 去三皇县 许清安没有故意卖关子 解释说 这是楚州与江州相邻的一个县 有大耕人培养的案子 我想先去找他 打探打探情报 而后再逐步深入楚州 血图三千里的案子 扑朔迷离 似乎另有隐情 在这样的背景下 许清安认为 暗中查案是正确的选择 过于高调的话 会让自己 让同伴陷入危局 杨艳率领的使团 是明面上的幌子 稳扎稳打的计划 王妃微微害手又问道 那些东西哪里去了 要你管 许清安毫不留情的怼他 两人继续上路 避开关道 走山间小道 天梗 或者是直接翻山越岭 整整一天 某个小气的女人 再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 走山路也有好处 沿途的风景不差 青山绿水 白云幽幽 偶尔能见到 奥利亚上的青松 亭亭如改 也能见到路边盛放的野花 朴实而坚韧 许清安是个 怜香惜玉的人 走得不快 偶尔还会停下来 挑一处景色秀丽的地方 悠闲的歇气小半个时辰 与他说一说 自己的养鱼经验 往往招来王妃不屑的冷笑 半旬之后 使团进入了北境 抵达一座叫晚舟的城市 晚舟是小舟 比县大 比俊小 晚舟土地肥沃 适合耕种 是楚州的粮仓之一 此地建筑风格 与中原的京城相差不大 不过规模不可同日而语 又因附近没有码头 所以繁华程度有限 杨燕出示了朝廷文书后 城门上的最高将领百夫长 亲自带队领着他们去驿驿站 使团刚在驿驿站修整下来 杨燕洗了个热水澡 刚要坐下来喝茶 晚舟支州来了 支州大人姓牛 体格倒是与牛搭不上边 高手续着山羊须 穿着绣露丝的青袍 身后带着两名牙冠 下官不知几位大人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有失远迎啊 牛之州态度极为谦卑 与大理寺城和两名御使 还有杨燕建立后问道 敢问几位大人所来何事啊 杨燕不擅长官场交集 没有作答 大理寺城取出早就准备好的文书 笑容满面的递过去 并三言两语的 与之州开始称兄道弟 牛之州与大理寺城寒暄完毕 这才展开手中的文书 仔细阅读 看完文书后 牛之州表情极为古怪 甚至觉得荒谬 目光扫过众人试探 敢问哪位是许银罗 大理寺城叹息了一声 悲伤道 试团在途中遭遇敌人伏击 许银罗为保护大伙 身受重伤 我等一派人送回京城 牛之州大惊失色 竟有此事 何方贼人敢伏击朝廷试团啊 简直无法无天 姓刘的御史摆了摆手 唉 此事不提也罢 牛大人 我等前来查案 正好有事询问 啊 御史大人请问 楚州战况如何 文言 牛之州叹息一声 唉 去年北方大雪连天 冻死牲畜无数 今年开春后 便时常入侵边境 沿途烧杀劫掠 好在镇北王麾下兵多降广 城池未丢一座 蛮族也不敢深入楚州 只可怜了边境附近的百姓 并不是所有百姓都住在城里 那些遭遇满足劫掠的市村落和镇子里的百姓 使团众人相视一眼 刑部的沉捕头皱眉 血图三千里 发生在何地 牛之州苦笑贪首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诸位大人应该知道 楚州纵横加起来 不过八千里 若是有血图三千里之事 那下官还能站在这里 与大人们说话 哼 大家都是读书人 牛之州莫要耍这些小聪明了 血图三千里是一个典故 源于古时战国时期 有一位弑杀成性的将军 破灭敌国时 带领军队屠戮三千里 后世引为典故 用来形容大型杀戮 以及残暴冷酷 蛮族虽有骚扰边境 百姓烧杀掠夺 但镇北王传回北方的唐报里 只说蛮族滋扰边关 但都已被他带兵打退 捷暴不断 蛮族如果真的做出 血图三千里的暴行 那就是镇北王谎暴军情 严重毒职 第568集 问询使团 下官是真的不知道啊 晚舟离北边尚有数日路程 几位大人若是不信 不妨再往北走走 眼见为时 牛之州连声辩解 就差是指天为事了 牛之州一个小人物 大概率是不知情的 因此众人没有为难他 刘御史又询问了几个关于北境的问题后 大理四城笑眯眯的起身相送 目送牛之州坐上马车 带着牙关离开 大理四城返回驿站 秉退役族 环顾众人 我们现在是北上 还是在驿站多逗留几天 刑部的陈捕头低声说道 继续留在驿站 怀王的人必然会寻来 戒时我们便只能与他们一同北上 这不是正好吗 另一位姓周的御史笑道 我们在明 续阴罗在暗 吸引怀王的注意 就是我们的任务 大理四城感慨一声 也不知道王妃状况如何 是生是死 闻言 陈捕头和两名御史一脸冷笑 王妃和楚相龙的死活 与我们何干 那种阴险奸诈的卑鄙小人 死了才好 杨艳告诉他们 许清安打退北方高手后 便独自上路 秘密前往北京查案 这个计划赢得众人一致赞同 并承诺保守秘密 三思官员们如此配合 一来是刚接受过 许清安的救命之恩 对他态度有所转变 从敌事转为亲近 二来 许清安秘密查案 意味着使团可以消极代工 也就不会因为查到什么证据 引来镇北王的反噬 一举两得 杨艳还有一件事 没有告诉他们 那就是王妃的下落 据杨艳推测 王妃极有可能被许清安救走 这是他事后 沿着许清安离去的方向摸索 一直摸索到战斗现场 发现昏迷不醒的婢女 从而得出的结论 现场除了留下密布树林的蜘蛛丝 和婢女们 没有其他残留 杨艳唤醒婢女询问情况 从他们口中得知 许清安追了过来 而后可能发生大战 为什么是可能呢 因为婢女也不清楚 他们很快就昏厥过去 杨艳推测出两种可能 要么许清安半途截走王妃 与北方高手展开追逃 要么许清安战胜了北方高手 成功的解救王妃 他更偏向于前一种猜测 因为现场没有打斗痕迹 极有可能是许清安利用儒家书卷里 记录的法术 成功救走了王妃 北方四名高手 深入大风径地 不敢太明目张胆 这就给了许清安很多机会 他有儒家书剑护体 自身拥有小成的金刚神功 不是毫无自保能力 而且 正好可以借机魔力他 让他早些接触到化尽的门槛 近身无品 杨燕当时是这么想的 这会很危险 但武夫体系本就是突破自我 魔力自我的过程 杨燕自己当年也参加过山海战役 那会儿他还很稚嫩 仍然敢拎着刀 再杀场厮杀 九死一生魔力武道 许清安当然也行 如果他不行 那死了也不怨谁 此外 他偷偷安排十名进军 护送婢女南下返回京城 使团现在只有九十名进军 大理寺城等人对此毫无察觉 并非他们不够欣喜 是他们从未关心过底层士族 一条行人踩踏出的山间小道 许清安背着用布条包裹的佩刀 大不昂扬的走在前头 青丝凌乱的王妃 煮着一根树枝 慢悠悠的掉在山后 几天下来 他穿着的婢女服变得又脏又皱 身上开始冒酸味 最开始他还很注意自己的头发 早上醒来都要梳理的整整齐齐 到后来就不管了 随便用木簪竖发 法丝略显凌乱的垂下 哪里还有王妃的尊贵仪容 分明是个逃荒的落魄妇人 不错嘛 能跟这么久 你这几天体力大有长进 前头许清安停下脚步 笑眯眯的称赞 我听见前面有水声 加把劲 到那里休息一下 闻言 王妃眼睛亮了亮 鸡儿恶暗淡 她不敢洗澡 宁愿每天嫌弃的闻自己的汗臭味 宁愿东抓一下 洗脑一下 王妃不洗澡的原因第一 防备许清安偷窥 或趁机色性大发 对她做出丧心病狂的事 第二呢 只要她一直这么臭下去 这个家伙就不会碰她 我越来越受不了你身上的酸味了 这是许清安几天来 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不多时 两人在左侧的崖壁 看见一挂纤细的瀑布 有瀑布就一定有水潭 果然走进之后 瀑布底下是一个小小的水潭 水潭里的水往外流淌 形成一条细流 我越来越受不了你身上的酸味了 要不要洗个澡啊 不洗 她一口拒绝 喊 脏女人 许清安催了一口 你才走 呸 王妃嘴角翘起 心里呢 老得意了 你不洗我洗 许清安脱掉外套 展露出强健的上半身 肌肉匀称比例极佳 把男性的阳刚之美 展现的淋漓尽致 王妃翻着白眼 憋过头去 耳边传来普通声 回眸看去 确认许清安跳进水潭 她在西边的石头坐下 慢慢的脱去脏兮兮的袖鞋 一双玲珑小巧的脚丫子露出来 她捧着脚丫子看了看 脚底板通红一片 还有几颗水泡 王妃小嘴一撇 差点想哭 虽然许宁燕那个好色之徒 被她美色诱惑 颇为怜香西域 并没有抓紧时间赶路 可是呢 跋山涉水 徒步走了五天 对一个养尊处优的王妃来说 是何等艰辛的旅程 用通俗易懂的话说 我承受着这个美貌和身份 不该有的对待 王妃把小白族泡在溪流 接着把脏兮兮的袖鞋 清洗干净 晾在石头上 中春的阳光正好 但是 未必能晒干她的鞋子 这里 王妃又有一个小心思 鞋子湿了 她就可以以此为借口 多休息一会儿 倘若那小子不同意呢 她正好可以使唤 她为自己挣干鞋子 两全其美 冰凉的溪水浸泡在脚踝 她眯着眼享受了许久 然后把丰满滚圆的腿 从石头上挪下来 她站在溪水里 把裙摆撩起 在膝盖处寄紧 这个时代的女性 裙底肯定不会疏于防御 共三层 分别是泄裤 正常愁苦 裙子 王妃俯身 举起了一盆水 洗了洗脸蛋 舒服 她眯着月牙般的毛子 做出享受的表情 这时候 她看见前方高处 潭边 许清安不知何时 已经上岸 这家伙背对着她 面朝水潭 一道晶莹的水线 划过优美的弧度 汇入水潭 王妃崩溃的尖叫 第569集 黄毛小儿 砰的一声 山道上 走在前头的许清安 后脑勺被石头砸了一下 肉身防御无双的许淫罗 没搭理 继续往前走 砰的一声 又是一块石头砸在后脑 喂 你有完没完 许清安扭过头 瞪着孜孜不倦 砸她一个时辰的女人 她的手不酸吗 王妃把手里的石头藏在身后 扶着手 撇过头 假装看四处的风景 许清安瞪了她几眼 王妃倒也拾取 知道自己在队伍里处在弱势阶段 从不明面上和她抬杠 可是 等许清安一回头 砰的一声 石头 又来了 我是真没见过这么小气的女人 我看你能砸到什么时候 反正累的是你 许清安心里吐槽 她的力气有限 石头砸不出多大力道 再加上许清安防御惊人 这种不痛不痒的攻击可以无视 她只是觉得烦 在晚州待了三天后 一驿战迎来一支军队 人数不多 只有两百 但领军的将军身份不低 镇北王麾下突击营参将 整四品 参将姓李 楚州人外貌有着北方人的特色 恐无有力 五官粗犷 身上穿的甲皱色泽暗淡 遍布刀痕 这是九经战场的凭证 她带着人马闯入驿站 目光锐利的扫过文生下楼的杨彦 和三思官员 沉声质问 王妃呢 楚副将呢 身后两列士卒 脸色严肃 目光紧紧的盯着使团官员 大理寺城断绝压力山大 顶着军中莽夫咄咄逼人的眼神 硬着头皮上前 你是何人 楚州 突击营参将 李元化 李参将审视着大理寺城 你又是何人 本官大理寺城 李参将汉首又问道 王妃何在 今日他突然收到怀王密探的命令 让他前往晚州 向使团问询王妃情况 李元化这才知道 王妃离京北上 以为怀王密探是让他去接王妃 当即率两百骑兵 带着那名怀王密探 从附近的长门郡赶了过来 大理寺城脸上笑容缓缓消失 太息道 使团在途中遭遇截杀 我们与王妃失散了 截杀 李参将悚然一惊 满脸意外 大凤境内 竟有人敢截杀使团 何方贼人如此大胆 目的是什么呢 种种疑惑闪过 他扭头看向了身侧 裹着黑袍的密探 这位密探裹着黑袍 戴着挡住上半张脸的面具 只露出白皙的下颌 是个女子 但是李参将不会因此轻视他 因为他是地级密探 这个级别的密探 修为要么六品 要么五品 我有话要问你们 但必须一个一个来 女子密探沉声说道 面具下 深邃的目光审视着众人 你是什么人 刑部 陈捕头眉梢一条 女子密探 袖中划出一块玄铁令牌 兜手一致 令牌潜入陈捕头脚边的地面 令牌上刻着一个弟子 怀王养的探子 杨燕终于开口说话了 镇北王的密探 三四官员心里一灵 收敛了不满的态度 大理司城脸庞堆起笑容 你想问什么 裹着黑袍的女子密探 与众人擦身而过 自顾自的上楼 随我来 大理司城和两名御使没动 杨燕则面无表情 陈捕头皱了皱眉 一边心里暗骂文官 忍怂胆怯 一边硬着头皮跟了上去 黑袍女子随便挑了一个房间 于袍子里取出一块三角符印 轻轻地扣在桌面 我们说的话 外面的听不见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陈捕头汗手 女子问道 你是谁 刑部总捕头 陈亮 陈捕头如实回答 女子藏于面具下的脸庞 看不到表情 红唇清起 你知道王妃的真实身份吗 陈捕头一愣 皱着眉反问 王妃的真实身份 女子密探没有回答 问出了下一个问题 说说你们预袭的经过 陈捕头便将使团离京后的过程 大致地讲了一遍 重点描述预袭经过 对面女子密探听完 沉吟许久 他预测出 使团会在刘石滩 遭遇伏击 陈捕头汗手 听出了女子语气里的意外 你可能不了解他 此人心思细腻敏锐 对局势动若关火 女子密探抬了抬手打断他 我知道他 如果连断案如神 一人独挡数万叛军的 许云罗都不知道 那我们显然是不合格的探子 陈捕头听得出来 他说到一人独挡数万叛军时 语气里有着不加掩饰的 揶揄和嘲讽 我要他进去的情况 佛门斗法之后的 佛门斗法之后 陈捕头想了想 那当然是科举无弊案和天人之争 这是最令人瞩目 影响最大的事迹 至于其他小事 我不会那么关注他 女子密探汗手 示意他可以开始说 尔曹山与明俱灭 不费江河万古流 以儒家法术和不败金身 押服天人两宗杰出弟子 他许久没有说话 科举舞弊案和天人之争发生在近期 消息还没有来得及传到北境 你可以出去了 把那个大理四成叫进来 陈捕头点头 莫不作声的打开房门离取 几分钟后 大理四成敲了敲门 而后推门进来 女子密探把刚才的问题重新问了一遍 但在大理四成这里 他有了补充质问道 为何事后继续北上 没有搜寻楚相龙和王妃的下落 对此 大理四成冷笑 哼 弃我去者 何必留言 使堂的任务是调查血涂三千里案子 而不是护送王妃 她的意思是 我们已经人之意尽 储向龙不仁 就不怪他们不义 女子密探不作评价 带着帽兜的头动了动 示意她可以离开 大理四成起身 走到门边 正要开门离取 身后突然传来 女子密探的声音 你觉得 许其安这个人如何 面具下 那双幽深平静的毛子 一眨不眨的望着大理四成的背影 大理四成眯了眯眼 没有半分犹豫 冷哼了一声 哼 黄毛小儿吧 女子密探微微汗手 收回了灼灼凝视的目光 第五百七十集 密探 大理四成离开房间 顺着楼梯来到大堂 沉捕头 两名御使和杨燕 坐在桌边 默然喝茶 桌上摆着笔墨指探 四十出头 在官场还算年负力强的大理四成 默不作声的在桌边坐下 提笔 于宣纸上写下 不是术实 宣纸上还有一行字 是沉不头写的 右手藏着东西 接着 十两名御使进房间 与女子密探交谈 出来后一人写 没问案子的事 另一人写 对许银罗极为关注 杨燕把宣纸揉成团 轻轻的一用劲 指团化作积坟 他随手抛洒 面无表情的灯楼 来到房间门口 他不敲门 直接推了进去 女子密探沉声说道 王妃失踪了 你们打耕人 要负主要责任 杨燕坐在桌边 五官宛如石雕 缺乱生动的变化 对于女子密探的指控 他语气冷漠地回答 有事说是 好 女子密探点头缓缓说道 我与你开门见山地谈 王妃在哪里 右手握着什么 杨燕不打反问 目光落在女子密探的右肩 不愧是金罗 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小把戏 女子密探抬起苍鱼桌下的手 弹开掌心 一枚小巧的八角铜盘 静静地躺着 思天剑的法器 能分辨谎言和真话 他把八角铜盘推到一边 不过 这对资品巅峰的你无效 要想辨认你又没有说谎 需要六品术事才行 杨燕没去看八角铜盘 回答了他刚才的问题 我不知道王妃在哪里 女子密探的第二个问题 紧随而至 许倩在哪里 他真的受伤回了京城 杨燕抬了抬手 你问一个问题 我问一个问题 斗篷里面具下 那双幽深的毛子 盯着他看了片刻缓缓说道 你问 为什么蛮族会针对王妃 杨燕的问题直指核心 女子密探没有回答 我换个问题 楚向龙当日执意要走水路 是因为等待与你们碰头 嗯 女子密探给出肯定答复 许倩在哪里 不知道 密探为什么不回京城 暗中护送 非要在楚州边境接应 不知道 也就是说 许倩并不是中山回京 女子密探沉声说道 我们有我们的敌人 王妃北行这件事 卫公知不知道 分不开人手 扬眼目光微闪 知道 女子密探离开驿站 没有随李参将出城 独自去了晚州所 也就是地方军营 她在某个帐篷里休息下来 到了夜里 她猛的睁开眼 看见有人掀起帐篷进来 来人同样裹着黑袍 戴着纸露下巴的面具 嘴周围一圈淡青色的胡叉子 声音嘶哑低沉 我刚从江州城赶过来 找到两处地点 一处曾发生过激烈大战 另一处没有明显的战斗痕迹 但有金木布与猪留下的猪丝 你这边呢 女子密探 以同样低沉的声音回应 与我从使团里打探到的情报吻合 北方妖族和蛮族 派出了四名四品 分别是蛇妖红陵 胶部唐山君 以及黑水部 扎尔木哈 但没有金木布首领天狼 楚相龙趁着三位四品 被许谦和杨艳纠缠 让侍卫带着王妃和婢女一起撤离 另外 使团的人不知道王妃的特殊 扬言不知道王妃的下落 男子密探恩了一声 嗯 这么看来是被天狼守株带兔了 楚相龙凶多吉少 至于王妃 帐篷里气氛凝重起来 等等 你刚才说 楚相龙让侍卫带着婢女和王妃一起逃走 男子密探忽然问道 准确地说 他带着王妃逃走 侍卫带着婢女逃走 哼 他可不是心思手软的人 男子密探似鸡小似嘲讽地说了一句 视线很明显 他带的那个王妃是假的 真正的王妃混在婢女里 哼 既聪明又愚蠢的做法 聪明在于他混淆了视线 愚蠢 则是他这样的举动 怎么可能瞒过天狼几个 危急关头还带着婢女逃命 这就是在告诉他们 真正的王妃在婢女里 哼 他对使团极度不信任 又或者 在楚相龙看来 当时使团必定全军覆没 女子密探点头 嗯 出手阻击汤山军 和扎尔木哈的 是许切安 而他真实修为 大概是六品 他把许切安的最近事迹 讲了一遍 根据刑部的总普头所说 许切安能战败 天人两宗的杰出弟子 依赖于儒家的法术书籍 楚相龙大概是没想到 他竟然还有存货 声音嘶哑的男子密探说道 不止如此 外物总有耗尽的时候 而四品的五福过于难杀 最后的结局 依旧是许切安淡尽良绝 所以 楚相龙选择抛弃他们 合理 女子密探太犀利一声 现在如何是好 王妃落入北方蛮子手里 恐怕凶多吉少 没那么糟糕 出动四位首领 并让他们联合伏击王妃 蛮子们 必然知晓王妃的特异之处 那么 最想得到王妃的是谁 清延部的那位首领 男人藏鱼 帽兜里的脑袋动了动 似在点头 所以 他们会先带王妃回北方 或平分灵运 或被许诺了巨大的好处 总之 在那位清延部落首领 没有参与前 王妃是安全的 女子密探赞同她的看法 那现在 只有通知怀望殿下 封锁北方边境 与江州和楚州境内 全力缩捕汤山君四人 夺回王妃 男人没有点头 也没反对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有 主办官许其安没有回京 而是秘密北上 至于去了何处 扬眼声称不知道 但我觉得 他们必定有特殊的联络方式 何以见得 许其安奉命调查 血涂三千里案 他害怕得罪怀王殿下 更害怕被监视 因此 把使团当作幌子 暗中调查是正确选择 一个断暗如神 心思缜密的天才 有这样的应对是正常的 否则才不合理 而且 使团内部关系不睦 三思官员和打更人 互相看不惯 使团对他来说 即使用处不大 留下来 反而可能会收到 三思官员的前置 男人摸了摸 透着淡青色的下巴 指尖触及坚硬的短须 沉吟的 不要小瞧这些文官 也许是在演戏 但如果你知道 许其安曾经在五门外 拦住文武百官 并做事嘲讽他们 你就不会这么认为 魏渊知道王妃北行 满足的事 是否与他有关 你别问我 魏清衣的心思 我们猜不透 但不能不防 把许其安的画像 散布出去 一旦发现 严密监视 是他那边 重点监视杨燕的行动 至于三思文官 看着办吧 请不吝点赞